我是丁小雨 这里就是传说中太平山山脚下美丽的部落 野区大同 我来了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宜兰县的大同乡 也是泰雅族的领域 这边是伦皮部落 伦皮部落还有樱花公园 和超有名的九寮西步道 哇好漂亮哦 在泰雅生活馆的手工艺也太美了吧 在这里除了可以认识到泰雅族文化之外 更可以体验到穿厨服跟泰雅婚礼哦 这样是代表配嫁的 看到这个雕像没有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松罗部落 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 它可是非常有名的国家步道 松罗步道 这个步道可是许多登山客的最爱 你看看 这步道美吗 我跟你说 我真的爱上这里了 耶 这里是传说中的英式部落 也叫蓬蓬部落 好可爱的小学 部落还保留传统的烤火屋哦 而英式部落的腾兰手工艺可是相当有名的 还有许多部落妇女的编织艺品 好漂亮啊 这里就是英式部落最有名的秘境 泛泛野席温泉 到了冬天游客可多着呢 现在这里是热水部落 也是被遗忘的部落 自从太平山不再伐木以后 这里就没落了 可是现在经过部落营造 推动体验时泰雅文化生态观光 可是相当的夯呢 部落的私房泰雅风味餐 使用的是足人自己种的有机农作呢 自从马告的味道真叫人难忘 这里是韩西部落的古鲁林道 是以前大圆山林场的运杂林道 但现在已经成为是一条自然生态的建行秘境 跟山客商鸟人士都常常伴游在这条林道上 这里可是非常有名的韩西吊桥 也称作是情人吊桥 是宜然最长的吊桥 菱形的主林之眼图屯非常地特别 走 让我们一起走进部落 深呼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